好我们中间新闻 台湾过团是去关注大家的健康 那么食品安全的问题 它真的是大到一个不行 因为呢 你现在随手可得 如果你正在看电视 你家的零食拿起来看一看 或会想 刚刚中午你吃的东西是什么 或冰箱里头都拿出来看 发现哇里头 这些东西到底能不能吃 合不合格 讲防腐剂 或许你就听得懂了 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染蛋 它不是卤蛋 所以在这个传统市场 你都看到浸泡在黑黑水里头的蛋 建议你还是别买 回家自己卤吧 花点时间 花点瓦斯钱 但是这个染蛋里头 既然有本甲酸 它就是一种防腐剂 那这是一个超标的状况 但防腐剂里头 太多食物里头通通有放 那又该怎么办呢 那么防腐剂吃多 是不是它也会有致癌的一个问题呢 我们接下来就请谢 这个营养师来告诉大家 刚才讲到了 前面的大肠癌的问题 这个食物很多次 导致大肠癌的主要问题 那这边就请营养师来告诉大家 这些都不能碰了嘛 好 因为我们最近 大肠癌比较夯 大家比较担心 我吃什么东西会得到大肠癌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含铁的血红素的食物 都红肉嘛 牛肉 羊肉 猪肉 鸭血 其实鸭血是个很危险的东西 跟猪血一样都很危险的东西 尤其我们现在很喜欢吃麻辣鸭血 麻辣本身是刺激我们大肠黏膜 然后这样鸭血里面是红肉 那含铁的红肉 其实是致癌 会让我们大肠里面一个细胞变性 让DNA变性容易癌化 所以要特别注意 尽量不要吃麻辣鸭血 鸭血比猪血还严重 对鸭血猪血都一样严重 鸭血大家爱吃 特别提醒 再来就是说 我们做一些肉品的方式 其实很重要 我们很喜欢 中国人很喜欢 就是说我们做控把的时候 肉一定要先炸过 炸过之后再卤 那卤的是酱油 我们知道酱油刚才讲过 里面可能有甲基蜜醋的酱油 有焦糖色酱油 有防腐的酱油 那最主要是像这个肉呢 如果跟糖结合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加上我们用卤的关系 再加上用高温去做的话 其实我们中国的红烧的方式 其实是容易产生癌症的 只是以前我们的人 大概没有活那么久 待活四五十岁 肉也吃得很少 现在因为人活得比较久 而且肉吃得比较多 所以比较多的问题 千万冰糖不要再放了 对对对 因为加糖下去的话 比较容易让蛋白质 产生一些有致癌的物质 再是盐酥鸡 盐酥鸡又油又咸 其实盐酥鸡要好吃 有些盐酥鸡里面 鸡肉跟你腌一些东西 那有些会腌什么呢 腌手要嫩筋 那有些嫩筋里面 是可能含有一些亚硝酸的成分 亚硝酸的成分 比较好吃 对 那这些盐酥鸡又来油炸 所以又油又咸 其实也是致癌的因子 那另外像火腿 培根 香肠 热狗 他们发掘这些食物里面 含有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的话 到大肠里面会产生亚硝酸胺 那也是个致癌的物质 如果说你很担心 有大肠癌的话 这些东西你真的要忌口 肉的种类要很重要 肉的量并没有那样可怕 但是种类比较可怕 那至于像一些肝脏 或是一些烟熏的 像熏类的东西 尤其熏类东西 他发掘也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所以尽量不要吃熏的 伤肝 对 尤其像我们刚才讲的卤蛋 其实卤蛋最大的问题 为什么要用水的糖黑 那个就是我们俗称的酱色 我们是把那个稍微讲清楚一下 那俗称的酱色 其实我们真正的酱油 它颜色不够黑 所以它通常会加一些 所谓的叫做酱色 可是早期的酱色 我们是用糖去炒过来的 糖酱酱油自己炒的 可是后来现在呢 大家懒用一些化学成分 所以有甲基米错 那糖黑如果说 我们做卤味的话 如果我们直接用酱油的话 可能就是说 那个鸡蛋可能没有办法放那么久 所以有些商人里面 就给你放一些防腐剂 让你可以卖得比较久 所以它可以放在那个市场上 放整天都不会害怕 所以它其实会销入比较好 所以其实外面卖的一些卤蛋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它卤为什么不香 而且有个赤皮的味道 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但还是自己卤 其实很容易卤 好我们再看回来看那一张 刚刚回来的一张 另外像一些奶油 花生 油树的东西 因为油太多 其实对我们健康也不好 像如果说我们花生的话 因为还有黄麴毒素的关系 如果说你怕得到肝癌的话 尽量少吃外面所谓的花生制品 包括一些花生酥 花生糖 这些都是容易造成致癌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像起司的话 起司应该是很健康的食品 可是因为起司目前若说飘洋过海的起司 里面可能会加一些防腐剂 那个防腐剂叫去水畜酸 去去水畜酸这个防腐剂 一般来说市面上所有东西不应该加 只有飘洋过海的起司 因为早期曾经我们为它说 到底该不该加 因为它真的是比较毒 但是后来因为它是飘洋过海 那某些国家有放这些防腐剂 所以我们这样合法化 那其实去水畜酸是很毒 再加上有些起司的话 它本身用烟熏过 烟熏过的话蛋白质会变性 也是个致癌物质 我们常说其实乳制品当中 像我们如果说喝低脂鲜奶 或脱脂鲜奶 因为含有钙质 还有维生素D 其实可以减少大肠癌的发生 可是有些乳制品是不行的 譬如说我们像一些起司 像一些奶油 这些反而是不能预防大肠癌 反而是引起大肠癌的原因 谢谢谢一方 尹老师 今天这个表 不知道观众朋友 你超好了没有 这个是很重要的 跟伤大肠的 伤肝伤肾的 在这边基本上都举了出来 而这些问题 其实这几年 这些国人来讲 或许也是你关注的问题 或许是最容易 在发现的慢性疾病当中 一出现之后 就觉得它好像真的还蛮伤身体 而且后续的治疗 还真的蛮棘手的 所以食品安全的问题 应该怎么把关 政府你当然要出来做 虽然这个品项多到不行 但这当然不是一个 没有人力的问题 就能够来说服大家的 关怀我们就带你看看防腐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